2024年7月15号 河南生虚长时 你看这水 这雨下了 我是山西瓜落寺的 因为这水一直不响 你说这 哎呀 水一直不响 你们就趁着干什么 开喱 你快开喱 这延罐呢 你看 哈哈哈哈 长期长到车 水路凉用车 凉起 本身都不敢开的 你这电瓶车严重做了 你看到前头车子把东西严重 这严重 上有 上有 雨过来的慢过来的 哇这配都配 这是真真倒霉 现在正在逛菜市场 都在转移 看看前面后面 到时候都是在转移 一片王羊 谁马上长了五六十厘米了 一片王羊 这边的车好像泡水 这里是湖北省 襄阳市 光彩 在云湾 村里边 这里是昨天下午拍 视频那个地方 现在是 7月16号的早上 6点17分 这个水位呢 降了一点点 但是 水依然没有停 水依然没有停 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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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这儿在哪里 哈哈哈哈 鱼鱼鱼鱼鱼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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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月14日,上海浦东一男子在网上发布视频说 在江边路亚钓鱼室意外钓上一头猪 你敢信,路亚搞了个猪上来 路亚是用甲鱼耳模仿弱小生物 引发大鱼攻击的一种钓鱼方法 视频中,这头小猪被钓上来 怕在岸边直哼哼,还是活的 钓鱼男子摸了摸小猪的头 还给他喂了一些方便面吃 该男子事后对媒体说 我是用路亚杆的甲鱼钓上来的 然后把猪拖上来 他报警后让工作人员把猪带走了 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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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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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